台湾市举办友善店家认证 鼓励商圈还有店家 营造友善消费者的服务 今年获得了表扬的共计有90家业者 除了往年语言友善 饮食友善等类别 今年还新增了银法友善 和绿色友善的项目 新级友善店家认证颁奖表扬活动 29号在综合会议厅举行 台湾市长张三正 亲自颁奖给90个店家 肯定他们用心营造 友善顾客的消费环境 我们这次报名的店家超过100家 大概120家 其中90家左右拿到我们的认证 我非常高兴 我们讲友善店家就是 消费者到店里面的时候 能够非常舒服的消费 包括对长者长辈们的友善 对环境的友善 或是对这个性贫的友善 还有这个卫生环境的友善 语言的友善 科技工具的友善等等等 很多面向 所以要把一个店家 经营到我们的这个友善店家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友善店家认证共有九大类 35项友善服务评量项目 报名的店家超过了110家 有90家通过了认证 民宿业者简锐祥说 希望善心和爱心可以扩散出去 所以我参加这个活动 就是希望大家 把我们原有的那种善心 爱心对土地的关系 关怀 以及对人类的关注 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活动中 去慢慢的去体会出 我们台湾我们这块土地 最友善最美的地方 商圈产业联合会的总会长 王根生说 有政府部门举办的认证 有助于业者提升友善服务 也增加业绩 这个奖项啊 新级奖项 是一种桃园 对这个 每一个店家的认证 跟产品的认证 而且它是表示一种 新级的象征的 所以由官方来给我们认证 我觉得是对他们 未来的这个经济发展 对了他的这个业绩 都非常有很好的帮助 新级友善店家 可以获得认证标章 和友善服务辨识贴纸 方便民众辨识 即日起到12月31号 有30家友善店家 提供了消费优惠 业者的名单 公告在经发局的网站 和粉丝专页